我想我的最終目標是可以用自己的專業去衝出香港 我是Alex 郭俊立 是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聲樂系的畢業生 現在是一個自由聲的工作者 24歲的Alex 現在會做一些跟音樂相關的工作 例如是合唱團指揮、學校音樂劇歌唱指導老師等等 有機會的話大家還可以聽到Alex 的歌聲 一個專業的自由聲工作者 我想跟普通的自由聲工作者應該沒有分別 最重要是不要讓自己手停 因為真的會口停 十年的規劃 其實我很想在歐洲讀碩士 香港的文化產業是相對稍順一點 如果我們做藝術 其實那個空間我又不可以說小 但是它不可以大到令你真的可以 好像很方便就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反而世界的大 可能去到一些歐洲的地方 它一些跟音樂相關的工作 其實他們是看重很多的 Alex 說要去歐洲讀碩士 首先要處理經濟問題 要好好計劃怎樣存到這一筆資金 我想如果你真的存錢 我想你真的什麼工作都要接 我會希望可以有多一些教學的工作 但如果有時間或者有機會的話 其實我都會繼續接一些表演的工作 畢業的時候緊接下來 其實都已經有一些 香港一些叫做年輕藝術家的培訓 或者發展計劃 我其中一邊 這個計劃是三年的 即是換句話說 我有多三年時間準備 我希望三年內 我就可以繼續我的學業 有夢想有目標 你先走了 因為我覺得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可以走多遠 要相信自己想做的事 然後繼續走下去 一步一步走下去 如果你去到發現 你最後真的有特別的因素 令到你覺得你不可以繼續走 那你都起碼叫做有走過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讓我想要做的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